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在下午两点时间 继续用旅行疫情治疲中心 做出来开业技术 宣布准备关于中心增加 营业的互惯危险的扣产力 其中由医生云的 对境外塞路来的 然后由于利益本土感染基安 其中这些本土感染基安 继续治疲中心 就有提别的说明 说去这三四浪水的云生 去这种年限的严重 在第三年时期的世界 就出现了相关的争讨 认证过去先见有同样的扣争 分炸有接触 下方的经过水中 清明的扣天地禁止 车位队 以后要去整个中年 群职严重 就已经来到的第三年 来讨论一下 自肥中心 桃太家带来说明 那本土的案例那一位 等于是我们124的案例 延伸到160 168 169 就是我们在机构内 原来的这些老师跟学生 里面的一位的女朋友 所以这个案例的脉络 也算是比较清楚 那重点都在于境外的移入 那境外的移入 现在的机场 共居家检疫 这个功能也渐渐的 发挥它的一个成效 所以在这25位里面 有12位 26例里面应该是有12位 是在机场里面被检疫 被裁检的 那整个居家检疫的 整个在居家检疫的 有11位 那我们在近平 新增加的 我们里面当中 有一个董梯片 记得那张 是洗人洗的洗涯口 这个洗涯口呢 记得先前 同期以外的 这种后来 已经共赴 这种后来 亲民的 没有停车未到的 那样的认证说 在我企业狗里 韩国有企业渐的民众 就近来近度的 不过那样 和那种发展 由民众的 就无所谓 整天 只要做这些 要用程序 顾众人治愈 总是先不过 说对禁闭许师 其实 有个企业的 警察在那里 为了留着 出业间的资料 韩国有 将会 但是我企业狗里 企业渐的民众 有的相关资料 那种警察的 天罗在那里 这种警察在那里 希望我们来 加强这个相关的 观资素食 那我们下期 一个压调 的警察 在我们来 提供加强的部分 那我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个我们现在 远景在路边 林检所用的 所用的这个 我们 Empolice的 这个系统 已经跟 我们这个 旅游室的部分 是构计在一起 所以这个 萤幕上 会直接明显的显示 只要登录 刷了这个 身份证或是 进入 输入身份证 字号 或是护照的号码 就会马上显现说 他是不是 居家建议者 那我们就可以 马上进行做 处理 那昨天 前两天 我们到夜店 去林检完之后 今天 开始我们各县市 大概会采取的方式 是 在夜店的门口 会有两位的远警 在对于进入者 去执行 这个身份的查验 接触的企业 和韩国有企业 减义 因为 在各个变境的 冠之处时 没有在逢一 中央的一部分 刚才来自费 总是没有共同 从这些仇比 对国外赚来 台湾的民众 差不多 就有70002、3年 同前一部 来比 他们就有 半个3年来比 实在 在西方加冬 都会 不过 现在 在香港 有的民众 有的家事 在国外 有的不充快 整条 都会使用的 也没有 一条 建筹 发射 一条 上官的整条 来压下来 在这边 曾经 在这种 其中 TPS 也有 说 亦下来 政府 没有认证民众 使用的 主义 发挤 我认证 说 没有 组统 通胞 主义 有上官的 发责 也没有 对国外赚 来 民众 在市场 不够 注意 不够变造 任何国内 防疫的问题 会好好 报复职价 未来 报复 评议 以上 就会 二百亿 客家 请信夫人 给有关 一请 请信息 明明 继续 同 来 中文